艾米 你把这个印五份去 跟我刚刚睡了 这么个案子还没结束呢 这个案子 当时人不太好沟通 所以案子也不要棘手 哪个案子好沟通啊 哪个案子不棘手啊 不棘手找律师干吗 梁旺 官主任可是格外器重你 别掉链子啊 我今天叫你们俩过来 就是要告诉你们一个 台里的重要决定 不会是调整档期的事吧 小两口的离婚案 小两口的离婚案 刚好让上面找到了 换掉这个节目的借口 说好好说话 也开始走这个路径了 台里想在你和赵丽的节目当中 挑选一个 自然是赵丽的节目 调入黄金岛 为什么呀 我们明里把收拾都做起来了 这不讲理啊 丁丁 你少说两句啊 让志玲姐把话说完 志玲姐 这个决定现在已经确定了吗 定了呀 在大会上我已经据理力争了 但是胳膊扭不过大腿 是这样子的 我感到非常抱歉 我知道您对于我 包括这个项目 花费了多大的精力 一直以来你是怎么帮助我的 但是由于我个人的问题 这个节目没有做起来 我在这里对你说一声 很抱歉 对不起 但是同时 我想提出一个小小的请求 说 可不可以在第二天的早上 九点钟到十一点钟的时候 重新安排播出 因为这个时间段并不是黄金岛 所以我想台长那边 应该不太难搞 好 我来安排 下面那个案子是 东湖街道的婆媳争产案 你要是想做的话 让丁临先看 不用 我看 必须我看 你既然答应了就得好好做 虽然这个节目不在黄金岛 至少这个节目还在 如果有一天这个节目都不在了 那可就是叫天天不隐 叫地地不灵了 杨光 好 干活 桃 你为什么要申请 第二天上午的重播呀 有很多家庭主妇 在送完孩子上学以后 他们会回到家里 那这一段时间 对于我们节目的受众群来说 也算是一个黄金时间 对呀 我妈也是在上午这个时间段 在家追剧的 但这个只是无奈之举 在止损的同时 我们现在要赶快想出其他的对策 别叹气啊 现在还没有到脚鞋投降的时候 说说你的想法吧 什么想法 尤总监给你交代的案子 你准备很久了吧 准备好了吗 这个案子纠纷的双方呢 是住在东湖街道上的一对婆媳 婆婆 梁老太 媳妇 万春梅 梁老太的儿子 梁大和 梁大和和万春梅 还有一个九岁的儿子 梁伶伶 这万春梅呢 是从外地嫁到本地的媳妇 据说啊 从嫁起来那天起 就婆媳关系非常紧张 闹得不可开 叫家里天天吵架 这梁大和呢 也处理得不好 索性 人家眼不见为敬 三年前南下打工 这梁大和也没什么担当呢 说的就是啊 这梁大和呢 在南下打工的时候 不小心从脚手架上摔下来 当场就死了 这个事故呢 其实是因为当时的单位 没有给他合格的安全装备导致的 所以单位在劳务部门的调解下 抚恤金 补偿金 一共五十万 这梁大和呢 当时在打工的时候 就经常跟身边的工友说 媳妇是靠不住的 如果有一天 自己无幸发生了意外 那要把所有的抚恤金 还有孩子 全部留给梁老太 所以在他出事之后 工友们也就帮着一块儿张罗 而且在他们的要求下 单位直接把这笔钱 打进了梁老太的银行卡 那梁老太呢 一直扣着这五十万不放 一分钱也没有给万春梅 而且还要孙子 所以闹得不可拍交 那东湖街道办呢 也一直在调解这个事 后来志明姐听说了这个案子 就跟街道办商量 说让我们把这案子接下来做 我觉得也没什么好调节的 你直接让那个儿媳妇 找一个律师 打赏官司 把属于自己的钱要回来 不就好了吗 那要像你说这么简单 那 那随随便便 所有事都可以打官司了 那还要我们节目干吗呢 对不对 主要是你看这婆婆 媳妇 中间还夹个孙子 而且啊 如果说这一家人的事 要是闹到对博公堂 这多没人情味啊 这也不符合咱们中国人的 传统家庭观念呀 各国各的互不干扰 也是一种现代文明 人情味 人情味是很多矛盾的根源 是啊 这梁姐也说了 就其实这个案子当中啊 最可怜的就是这孩子 夹在奶奶 还有妈妈的中间 头 要不然老规去办 我去走访下当事人 做下前期准备 还是愿吧 我跟你一块儿去 我去开车 你在门口等我 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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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采访 你可是从来都不去的啊 别废话 赶紧准备一下 什么情况 还不来 我去看 嗨 颜光呢 他在吗 在是在 但是我们有个重要弹子 马上就要出去采访去了 那个 你有什么很着急的事吗找他 不着急我能亲自来吗 他在哪儿 那个 那个 六零事 你想见一身血吗 你想干吗 作为当事人 我有拒绝和解的权利 当然了 你可以拒绝和解 但我作为律师呢 说服你与我的委托人谈谈 也是我的工作 你到底想怎么样 说真的吗 我准备开启了死缠烂打的模式 所以呢 从现在开始 你去拿我就去拿 你干吗 车不要了 车不要了 丁妮 上 我 廖律师 真的不好意思 我们是真的赶时间 你能不能自己下来 不下不下就不下 得罪了 你要干吗 小心头 小心腿啊 救命啊 救命啊 你注意安全 不好意思 都在吧 好 谢谢 加油 我还不信了 是吗 唐儿 我忘了告诉你了 这方向的道路正在施工特别多 你怎么不早说 我以为你知道的呀 你看这个导航上不都显示了吗 红感 别 别 别着急啊 唐儿 小管 我开 你休息会儿 唐儿 你别急 我给你买咖啡一下 好 别急啊 唐儿 唐儿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痛了 痛了 还急 走 走 走 路上走 睡点 杨主持 来了啊 杨主持啊 王主任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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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啊 路上有点堵 所以来晚 没事 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梁大妈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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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梁大妈的儿媳妇 万春梅 你好 这位姑娘呢 她 我是万春梅的律师 梁王 请多指教 你好啊 可以借一步说话吗 廖律师 不好意思啊 王主任 我有些工作上的事情 要单独跟廖律师沟通一下 你现在有律师了 他们说什么你都不要听也不要信 什么也不要说 你是飞过来的吗 廖律师 三十年何悉啊 现在轮到你来找我娘了 你怎么来了 我坐地铁来的 安全交通绿色出行 我不是问你怎么来的 我是说你怎么会出现在这儿啊 我是律师 万春梅是我的委托人 我当然应该在这儿了 这个案子一直都在调节当中 我今天离开电视台的时候 她还没有律师呢 你看了我车里的导航了是不是 真巧 那也对不上啊 你顶多只逼我早来半个小时啊 半个小时的时间 说服万春梅让我做她的律师 已经足够了 况且我是义务帮忙 我不收费的 廖律师 不论你出于什么样的原因 这个案子你可不可以不插手 杨老师 我是个新律师 我接到一个案子挺不容易的 而我总共接到两个案子 一个呢你不配合 一个呢就被你抢跑了 现在好容易我接到第三个案子了 你又跟我说让我别插手 我跟你有什么丑辱事 另外 好 丁大妈 您刚才说您儿子跟工友说过 这笔钱是要给你的是吧 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口头遗嘱是需要两个见证人以上 而且是在非常危险的条件下 才具有法律效力的 您儿子在喝酒的时候跟工友说的话 这个是没有法律效力的 在这边 不看到的 没法律效力的 请不吝点